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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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文学 好像是艺术一样 它一定有一个篇章 是启发它的动机 所以这个波动力学 我跟很多老师讨论 李宗盛 他们认为我不要教太多 我说对啦 这跟我以往的教学 完全不一样 我那么多年没有教书 可是我每一次 在踏进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们真好 真棒 真赞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 每一个人的点 其实都不一样 那透过我们的讨论 然后透过我们的议论 我刚才问自委主任 诸坡你会讲吗 干涉干扰 跟绕射坡 折射你会讲吗 我一个堂皇一个绳子 如果它对面是固定端 或者开放端 或是无边界的 这个波会怎么动呢 以学生为主体就是 放第一身段 了解他现在是 那一科很纯真 没有接错 只有小学那简单的力学 简单而已 他第一次升了国中以后 他要从部的形状 去观察 去探索 去体会 然后去思考 这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地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第一次踏进课堂的 那个恐惧跟彷徨 可是这几次下来 我一直觉得 这一套的那个载具 其实上真的很好用 那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感觉有点害怕 可是第二次的时候 大概有三五的老师教我 就协助我 克服那个恐惧 在第三次 教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请教老师 教我以后 那接着自己练习了 所以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我就溜进来 我就请那个家伙帮我开门 只要开门 就什么都不要管我 就开始摸索 其实我自己摸索了好几次 因为我自己摸索 才可以得到新的 所以很多东西的探索 或者是觉察 还是要靠自己体验 只有体验才是最真实 如果你光听还是会忘记 你记你也是会忘记 只有你自己操作 你才发现他没有那么 他很可爱也很好用 好用得很 所以从这个地方 其实我必须要感谢我的学生 就是806这一半的学生 他们在第一次在使用 他们也是 他们之前有用 我亲眼只用过一次 还是两次 社会课已经好久 那这一次是 生了八年级 第一次用 那他们给我回课表示说 校长你要熟悉电脑操作 哎呀这句话总共有几个人写 六个人写 我真只告诉你们 那我就想到一个老师 一定要教学相长 教跟学 其实老师就是学习者 他也是个研究者 那你要从孩子那边 听到很多的声音 好 我说我心里告诉孩子们 我虽然很忙碌 可是我每天都会 大概中午的时候 我差不多十分钟出来练习 不顺然后再问人家 再问问问问 如果还是问不出来 我就下一次再问 有时候我就这样溜进来 就开始操作 好 我猜我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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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